雖然GoPro 12只玩冰山 雖然GoPro 12我目前只玩冰山一角 因為它其實GoPro Labs那個韌體外掛那個韌體 其實有超多東西可以調整 像是Log曲線啊 然後你的位元綠啊 然後拍攝的顏色色彩空間 那些全部都可以調整 反正整個就像開外掛一樣 那我現在只摸摸冰山一角 只調了基本的一些小小的設定 就是跟GoPro 9有的東西 我才在GoPro 12稍微調一下這樣子 那之後應該還會再做一個影片 來深入來玩一下GoPro Lab 然後讓這個GoPro 12開外掛一樣 變成爆炸厲害的一個攝影機 那目前GoPro Lab 目前這個GoPro 12我應該只玩冰山一角而已 因為它的GoPro Labs韌體 就那個外掛韌體啦 真的超厲害 你可以調整非常非常多東西 因為它用了GP2處理器 那處理器變了有一些GoPro 9沒有辦法辦到的事情 GoPro 12跟11 11跟12都可以辦到 那真的是超厲害 有很多東西像是色彩空間啊 然後你的Log曲線啊 然後你要調整一大堆 亂七八糟的東西 就好像開外掛一樣 你可以讓GoPro 12 直接升天 變成一個超級厲害的攝影機 反正那個應該就會在下一支影片 來跟大家做分享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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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首零法 等 apa 看來什麼 對